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学习结核病的感染和防治。 我们都知道,结核病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健康,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古老的传染性疾病。 结核病是由结核分支杆菌感染所引起的,杆菌可以通过呼吸道、消化道、破损的皮肤粘膜等等多途径进入肌体, 侵犯多种脏器,引起多器官的结核病,其中以肺部的感染最为常见。 大多数感染者不表现出临床症状,为潜负结核感染。 只有5%的潜负感染者会恶化成为具有传染性的开放性结核病。 历史上,有不少名人就曾经饱受结核病的控扰。 比如我们大家所熟悉的鲁迅、郁达夫、契赫夫、湘邦等等。 结核病的传染源包括咳嗽的结核患者、 未经化疗的患者、化疗效果不佳的患者、 或者是弹图片呈阳性的患者、 以及刚开始治疗的患者。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感染者都可以发病呢? 回答是否定的。 我们看,结核分支感菌主要通过呼吸道进行传播, 进入肺部,这就是原发感染。 其中只有5%的人群会发病, 这些人群免疫功能低下。 所以,细菌可以通过淋巴、血流 播散到骨、关节、肾、脑膜等等部位, 导致全身速力性结核,或者是结核性脑膜炎。 而95%的人群在近期是不发病的。 但是,原发感染的患者痊愈以后, 在他们的肺脏仍然有少量的结核菌并没有被消灭, 长期的处于休眠期,成为且在病灶。 而另外,5%的患者在几年或者是几十年以后, 且附在钙化灶当中的结核分支感菌, 可以自发或者是因为肌体免疫功能低下而活化, 引起内原性再次感染。 也可以重新获得外原性感染, 这都通称为原发后感染。 那么,绝病发病的因素有哪些呢? 这和细菌的独立,感染剂量,宿主的免疫状态, 年龄,性别等。 其他因素,例如吸烟,虚酒,营养等密切相关。 从这张图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HIV感染,艾滋病患者,他们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 而这张图告诉我们,吸烟和肺结核的发病呈正相关, 每天的吸烟量越大,结核的发病率就越高。 那么,怎么能发现自己得了结核病? 生活当中,如果是自己或者是家人出现咳嗽,咳谈两周以后, 应当马上到医院去就诊。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得了结核病能治好吗? 回答是肯定的。 确诊的患者必须按照早期规律足量全程联合, 在医生的指导之下用药。 这样啊,85%的患者是可以完全治愈的。 但是,我们也需要注意,结核病的治疗啊,最少需要6到8个月。 在治疗过程当中,患者在敷药两周至两个月的时候, 会出现咳嗽咳谈好转,甚至完全消失的状况。 这个时候,很多患者就认为自己已经痊愈了, 就有可能会自行停药,或者是吃药,时段时序。 这样就有可能会导致原来治疗有效的药物失去了疗效。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结核病的治疗一定要坚持吃药6到8个月。 目前,耐药正倾施着结核病治疗的有效性。 一烟颈耐药正变得非常普遍。 耐多药结核病,指的是两种最有效的抗结核药物, 至少是一烟颈和利福瓶具有耐药性的结核病。 而广泛耐药结核病,是对任何一种佛奎诺同类的药物, 以及至少对三种二屑可注射的抗生素中的任何一种具有耐多药的结核病。 目前,控制结核病除了通过有效治疗活动性肺结核来减少传染源, 另外一个,就是通过疫苗来提高儿童对于结核分支感菌的免疫力。 卡戒苗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获种用于预防结核病的疫苗。 在我们国家,卡戒苗的预防接种对象是新生儿和结核菌素阴性的儿童。 婴儿在出生时,即接种卡戒苗的有效力能够达到70%以上。 但是,大龄儿童、青少年和成人的接种效力不太一样。 因此,卡戒苗并不能够提供100%的保护, 但是它可以将活动性结核病的风险降低约50%。 对于结核性脑膜炎、素类性肺结核等等也具有有效的预防作用。 但是,卡戒苗是一种解毒活疫苗。 在个别人群,比如歇天性免疫缺陷儿童,会引起严重的不良反应。 而且,对于原发后的感染几乎没有保护作用。 因此,我们仍然需要研制更为安全、高效的新型疫苗。 此外,结核病的预防还包括房间要定时通风、少去人群密集的封闭空间。 如果是去病人密集的地方,要戴上口罩。 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也要助力合理膳食、积极地断裂身体。 此外,老人、孩子和患者应该进行隔离居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随地土坦坦。 此外,一旦发生了肺结核的疫情,政府有关部门需要加强对肺结核可疑症状者的筛查。 我们应当看到,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们的医疗条件在不断地完善。 这,都为有效的控制结核病,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只要早期发现,规律用药,定期复查,绝大多数的肺结核患者在不住院的条件下,就可以获得治愈。 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再见。